作為全球第一間採訪家試住的媒體 讓我們帶大家看看這個好稱 馬爾代夫最大型的綜合度價區 整個Cross Road覆蓋了九個小島 第一階段開放的三個島 會有集飲食、購物、娛樂和文化於一身的The Marina 也有兩大話題酒店Hard Rock 以及Hilton旗下的Silakun進駐 而這三個小島由木橋連接 也意味著這兩間酒店的住客 會有很多飲食、活動的選擇 不用只找一個島那麼滿 首先跟大家介紹的Marina有什麼玩 這裡的水上活動中心規模大 水上活動的選擇也有很多 比較特別的是設有半潛艇體驗 不用下水都可以看到水底世界 還有這裡會有超過五十間商店、餐廳、逛街吃東西 會有多個菜可以選擇 好像Hard Rock Café 以及最終目的西班牙派對天堂Café Du Mar 跟著酒店裡的餐廳 這麼多選擇 真是住足一個星期都吃午夜 而這裡除了飲食、購物 也好著重文化保育 可以設有自然人民館、海洋發言館 可以玩一下生態體驗這些比較特別的活動 Cross Road除了破天荒、有Marina和OLED之外 還有馬爾代夫第一間的Hard Rock 這裡充滿熱鬧、搖滾的氣氛 和其他馬代resort感覺很不同 不過這裡也一樣有馬代最新鮮的水上屋 難得的是房價不貴,很划算 至於另一間酒店是Hilton旗下的Sunlight 鑑七彩繽紛的設計風格是否很新鮮呢 而且這裡的房價同樣是入門級 一樣抵彎 最後要搶賣Cross Road的位置 由馬里機場坐船只15分鐘 至於想看兩間酒店的詳細介紹和住後感 就要繼續留意我們U Magazine的影片 cameo 呀 一